全国文旦佑追花路跑热税场 20号一大早是在热税贺钢文旦佑的专区开跑 1100多位选手在600公顷文旦佑园 佑花绽放的路跑赛道上享受尽数创佳机 热税香农会总干事黄胜黄感谢各界支持 也借着路跑赛的举办能够提早推广行销 热税优质的文旦佑农产品 清晨6点全台佑花追香路跑 追透透的路跑选手们 从挑战组21K接着是小马12K 以及最后7K的剑跑组 1100多位的选手依序鸣笛开跑 网充满文旦佑花绽放 佑花香气弥漫的赛道上分持竞速 6K 你觉得追上跑下来怎么样 非常的棒 三生有幸能够在这个地方享受佑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的活动 全国佑花追香路跑比赛 瑞税场在武克国小盛大展开 几乎穿梭在600公顷文旦又圆的路跑动线 两侧佑花绽放香气迷人 不仅路跑选手大赛 踊跃参加的各地区农会总干事理事长等重要干部 更是盛战是全台最香的路跑赛道 我们农会有文旦佑吗 有有有我们也在外面文旦佑 那这次来这边跑 那感觉怎么样跟大家说一下 感觉得很舒服 因为这一次主办单位 他们最终会安排这个路线很舒服 沿路都是有那个柚花 都闻到柚花香 所以跑起来很舒服 很棒 沿路柚花真的很棒 那那个农会办这个活动真的不错 那推广在地产业 柚水乡农会承办瑞穗厂 柚花追香路跑赛迈入第三年 年年吸引各地甚至外籍人士也都来报名参加 每年平均都超过上千人残算的盛况 不仅是为柚水乡带来极大的观光旅宿餐饮商机 农会也从文旦幼花季期间就提早行销推广瑞穗文旦幼农产 那我们的这个幼花路跑最主要就是行销我们的文旦幼 我们希望在幼花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来行销我们的这个鹤岗文旦 由于今年中秋节与白鹿节气景香隔三天 产销压力急迫 县政府瑞穗厂公所以及农会也都及早启动行销推广工作 农会借由路跑赛的举办 让消费大众直接到产区了解认识文旦幼农产业生态 并且也以一箱文旦幼作为玩赛礼 8月中秋节参赛选手就可以直接能品尝享受到瑞穗优质的文旦幼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